Hello 大家好,我是Brandon 毛巴 今天又來懶人系列 做幾年前風魔萬千少女的海鮮番茄飯 其實做這個飯真的很簡單 毛貓說他不想吃白飯 所以我就在冰箱找了一些急凍的飯辣杯和蜆肉 其實大家有什麼海鮮、肉類都可以放在這個飯 真是超級簡單又好吃 首先一開始當然要解凍 超級簡單,用一個大的碗,加滿水 再加一匙匙粗鹽,讓它慢慢解凍 過了一段時間後,我就會逐個飯辣杯看看 如果有一條黑色東西黏著帶子肉 我就會盡我的方法去撕掉 當然,蜆肉我也會看看 因為這些急凍的貨 有時候會有些小殼貼著蜆肉 一個不幸運,家人咬到的話 真的牙都很痛 這個步驟雖然是最花時間的 但為了家人吃得好點、安心點 這些時間是值得的 揀完之後,就放在旁邊 瀝乾水,備用就可以了 之後就到番茄了 簡單沖洗一下後,就把綠色葉的部分去除它 我就會用刀剪,輕輕地剪四下 剪到一個四方形 就可以很簡單地拔個釘出來 之後就到洗米了 洗米之前,牛肉飯和海南雞飯的兩段攻略片 都有分享過了,那就不多說了 不過這次大家就要小心了 因為之前我建議是1比1.2的水 這次就要少一點 因為無論是海鮮或蕃茄都會出水 如果照樣一樣用這麼多水 飯就會太軟了 所以這次我就會建議用0.8-0.9水就剛剛好 當然要視乎你用多少料而定 洗米後,加水後就可以放些味道到飯裡 由於這次我想做比較西式的感覺 就好像risotto 所以我自己就加了香草、鹽、黑胡椒和油 放完之後,記得一定要攪拌一下 讓味道可以平均地放在飯裡 攪拌完之後就可以白鳥龜巢地放配料 首先我會先放蕃茄 之後我就會放些飯辣杯和蜆肉丟進去 然後就像平時煮飯一樣放入電飯煲中 按著它就可以了 攪拌完之後就可以打開電飯煲來看看 裡面應該很漂亮和很香 由於蕃茄是不會完全融掉的 所以這段時間就要用飯殼不停攪拌 其實最主要都是一定要攪爛蕃茄 由於這次我攪拌完之後就覺得飯有點濕 所以我關上電飯煲再再煮一會 之後就可以吃了 真的超級簡單 一個電飯煲什麼都搞定 如果兩口子吃飯的話 再加多一碟菜已經是一個很美味的晚餐 最重要不用洗其他沙波晚餐 懶人一流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分享 如果覺得我的分享幫到手的話 大家記得免費訂閱一下支持一下毛霸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